马上将您现场呈现的是 今天晚上的第二场正赛 这几场男子69公斤级的较量 首先让我们等生有请 篮角拳手 好 现在的时间 我们整身有请 红角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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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场男子69公斤级的较量 同样是一场五回合每回合比赛 三分钟的较量 本场比赛 红角拳手 本场比赛 场上裁判 五枪 下面比赛 正式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比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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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 这个手动作 因为她把我们的肌肉 肩部的肌肉尽力量较发达 肩比较宽 对于宁朗逊手奥来格来说 这场比赛是她的职业首秀 对她来说非常的重要 能否拿下 这个职业比赛的开门红 今天晚上的比赛 她肯定会打得非常的认真 而且会拼尽全力 把它拿下这场比赛 那么对方这位选手呢他是有KO能力的 他的职业战绩是三胜一负一次KO 三场获胜的比赛里面是有一场是KO战绩 就是他这个重拳啊 对于一辆选手奥莱哥来说应该是个比较大的威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回合的话 这两个选手不同于很多的选手一开始上来试探 他们这个近距离对攻的次数非常的多 对 但打的呢还不是很放得开 还是在有一定的试探 在训断当中的找机会 对方这个 文古国选手啊 干坤家的话 因为他的身高上面是更沾一点 稍微稍微有一点 所以他心里有一个比较好发挥的机会 那么这一回合打下来 两个选手的近距离的对攻 换拳也是非常多的 整体来说呢 两个选手的表现都差不多 因为在第一回合的话都是打的比较稍微谨慎一点 但是其实相对于就要很多的这个第一回合的比赛 就这两个选手的对拼已经算次数非常多的 我们可以看到曼文座里面 每次两个选手做一个进身呢 找机会啊 最开工的这种打法都是非常精彩的 这个上轴拳 但是干坤家的防守还是做得很到位 这前手拳又稍微顶了一下 但他的防守的反应还是比较慢 是 找机会啊 都用前手次拳进行试探 好 后手拳跟进了 对找到机会啊 对方这个前手拳一放下来 他后手拳直接跟上去 打了对方个措手不及啊 两名拳手呢打的还是比较积极 但是伊朗拳手 对奥莱格呢 应该说他的节奏掌握得还不错 所以蒙古拳手 干托尔加呢 有点这个跟不上他的节奏 是的 哦漂亮 我们看这个连续的左右手的直拳 这个前手刺打的非常准的 对这个前手刺刚好打到对方这个鼻梁上啊 对他这个防护松了 是 包架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啊 这个找机会能力也是很强 就那么一瞬间 这个伊朗拳手 阿莱格他的这个身体的协调性要更好一些 尤其他这个左右手的出拳和配合啊 这个衔接比较流畅 而且他的步伐也非常的灵活 看刚才这个在围绳边的时候啊 就被对方走位给逼到围绳边了 但是他用自己灵活的步伐马上给移动出来 他前手刺打的不错 你看连续的点击 选手多点了 对他的这个臂展上面没有没有说很大的优势 对他的距离掌握的不错 是 又是一个迎击啊 蒙古选手这个头部防护还是做的不够啊 漏洞太大了 你看报价报的很低 吃了几次亏他报价还没有拿上去 蒙古打开尤其在进攻的时候啊 还是输于防守 现在感觉身高上面不占优势的这位伊朗选手啊 漂亮他打的更加把距离拉得更开了 对其实应该是身高比较劣势的选手啊 是愿意打打近距离的 但是蒙古选手 甘土尔加虽然他身高略微占点优势 但他臂展不占优势 他臂展和这个 一样的 奥莱格是一样 172 虽然身高是18厘米 对方多3厘米 但是臂展是一样 所以在有身高优势 但臂展没有优势 而且他这个节奏啊 一直抓不住这个奥莱格的节奏 老是被他的节奏带着走了 对 所以他出拳总是我们看他会有时间差 就他反应总是感觉会稍稍慢一点 对你看 他这个连续的前首次奥莱格 前首次太厉害了 他速度很快 而且打击力度也非常的足 这挨了一个迎击 但问题不大 奥莱格的这个前首次啊 确实给了这个甘土尔加一个很大的影响 而且甘土尔加收到这么多的前首次之后 他的报价依然还是没有打下 就是跟他习惯 对跟他平时训练的习惯有关系 他刚好就是碰着了这个奥莱格的前首次拳 这么快这么狠的选手啊 就打得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去防护了 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报 多次的前手次拳啊直接命中灭门 这对心理上面也是很大的影响的 尤其是第一次前手次拳命中之后 他这个防守啊就漏洞更大了 你看直接打穿了 这是一个假动作 所以这个奥莱格还是非常聪明 他这个后手用了一个勾拳的假动作 但是呢他是前首次很准很正的击中了 干土耳加 所以说这一回合啊 两个选手的表现来说 这个干土耳加还是稍稍差一点 他比对方的这个节奏啊 有点跟不上对方的节奏 对方有点快 好 双方的第三回合开始 那么干土耳加在之前的这个比赛中 是有过KO的比赛经历的 那么他是否能够抓准机会 找一个重拳的机会呢 他出重拳应该是能够有效的 击到这个奥莱格的 但是他没有这种机会 反观奥莱格在第二回合 多次的前首次拳得手之后啊 也是心理上面优势很大 打得更加的自如了一些 不像第一回合两个选手都紧绷着啊 就完全有点放不开 哦 前首次拳又来了 两下点中 第三下 哦 干土耳加 现在在防 这个防护大 肌腹他又往下 是 现在的话呢 头部又暴露 硬接不暇有点 对 反应稍稍都是慢了半拍一样 你看没有距离 哦 这一轮打得还是很漂亮 因为奥莱格在围绳边是躲无可躲啊 不能再往后撤了 选手抱得太久了 好 裁判叫停了 叫Brick就应该分开了啊 哦 基辅之后来了一个组合拳 小心对方这个前首次啊 干土耳加 那头部防护还是 依然还是比较门口打开的这种感觉啊 对方是压近身了 技术还是显得粗糙一些 那么防守上呢 也显得漏洞百出 你看漏洞百出 这一击 这是奥莱格比较大意 现在奥莱格 采取了游走的打法 想牵制对方的这个重拳 因为知道对方的这个脚步有点跟不上他 对方脚步移动比较慢一点 那么对于奥莱格 哦 打后手 漂亮 这个后手拳直接跟进到了 其实像奥莱格的这个出拳的速度 他也不算快 但是呢 没想到这个干土耳加 他的这个防守的报价低 那么抬手的速度更慢 所以老跟不上 尤其是他对 一浪群绒 奥莱格的这个出拳的 这个节奏啊 他老是吃不到点上 就是有点被对方这样牵着鼻子走的感觉 看对方的这个报价 奥莱格的报价就报得很紧 哦 后手拳没有打进去 直接打在拳套上了 按理来说 像69这个级别 那么运动员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 没错 第二回合结束 两个选手这个 第三回合 第三回合比赛结束 两个选手这个 这一回合打的过温过火 不像在第二回合里面 奥莱格多次的这个正拳 前手的次拳命中 这个选手有点像 有点像在调整当中 是 在调整 再调整体力 再调整这个节奏 这个连续的击辅 再来一个前手的后摆 不然后手摆 击打的点是比较多的 对 它就是让这个甘多尔加呢 有点防不顺防 是 甘多自己的总手 也还是漏洞比较大 对 尤其是对头部的保护啊 报价报的太低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回合 好 到了后半程了 就像李坚老师所说的一样 第三回合 双方感觉是在调整 把这个节奏放稍稍放缓了一点 现在第四回合 是否会加快节奏 对 加快了 你看 这个出拳 还是左侧 对 把头部压低的前手拳 又来了一个后手的勾拳跟进 德卓是有效的打在了躯干上 连续的 连续的左侧 你看 都得点了 是 这个摩古旋轴的 这个头部的保护啊 报价确实太松 也太低 老是让对手 你看不停的不停的击中他的头部 而且都是击中正中啊 所以你看鼻梁有的流血 是 而且他把头部也压得非常低 老是感觉往前伸 他一伸之后呢 刚好是对手奥莱格 他这个有效的击打范围内 对 他就很好打了 你看 又来前 连续的前手刺拳 距离掌握得非常好 哦 你看又是后手 对手 这后手虽然打得不中 哇 就组合拳打到了 看现在 甘托尔加又想跟进去 但是跟进去之后 他没有动作 现在对于奥莱格来说 他这个 刚才非常漂亮的上钩拳 前手上钩 再让后手大摆 直接都命中了 这拿的点数非常明显 甘托尔加呢 想找反击的机会 但是 无奈啊 他打进去之后 没有动作再跟进了 就是受到中击之后啊 他的这个反应会稍稍慢一点 对 他本来反应就不是太快 对 那再加上连续的对手击打 哦 又再次命中了 对 都是连续击打灭门啊 打得很准很准 哦 这个迎击打得很重 对 打中之后 他又快速的撤离 对 这个迎击打得很重 现在 感觉奥莱格可以抓住机会了 对方已经有一点摇摇欲坠了 但是他选择了跟对方一起进行这个摟抱 啊 裁判人提醒了一下 甘托尔加不要摟抱啊 受到中击之后 他的体能也是出现了很明显的下降了 呃 本来体能应该说达到第四回合啊 就已经是有一些损耗了 再加上连续的被对手的这个 前刺击中面门 而偶尔又这个呃 比较准的这个 迎击后手打在了头部 所以应该说对他还是呃 杀伤力比较大 是 我发现这个奥莱格虽然说至21岁 他确实这个选手打得非常的非常的稳啊 稳健 呃打得也很聪明 是 那么出拳的点点位也很多 基本功还是比较扎实的 对 像很多选手的话 刚才那种取出的话 他肯定就一股脑子上了 就直接跟对方 对 你看连续 哎呀 他很聪明打两拳 打到之后啊 他马上就撤开 这个技术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是 这一回合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优势就比较明显了啊 赶托尔加被动被动授拳的这种情况非常的多 对而且像赶托尔加呢 似乎显得有点放弃比赛了 后来这个我们看不是太太愿意打了 这个 这个斗志和士气打为了 看这就连续的多次的前手四拳都命中了 基伏在后板 看直接命中 就收到这一拳之后啊 又连续 我们看连续三拳 对 在这个后手 这个后手拳跟进之后都根本没有打到 看这个左右拳 他的反击质量比较差 是 连续的两个左刺 对 这个时候就头部有一点点就是 就是有点混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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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的了 对 差点击倒啊 就是说这个机会的话很大 给很多的这种选手的话 都会冲上去跟对方拼一波 看能不能将对方击倒 而对方呢 这位选手呢 奥莱格就没有选择这么激进的打法 而是选择保持了更加稳健的进攻方式 好 第五回合 最后一回合了 看甘托尔加在这一回合能不能够打出一些漂亮的拳 绝地反击啊 这个形势来说 他就对他来说就非常严峻的 技术上面 奥莱格是更胜一筹的 无论是在击打以及步伐 还有反应方面啊 都要比甘托尔加更强一些 现在甘托尔加开始反击 后手拳 平平打出来 但是他这个打出拳的质量确实有点差呀 对从现在来看呢 哎呦 你看啊 两技拳都能够打中 这百分之百击中啊 前手次打中 再接着后手的一个轮摆拳也能够打中 对 这命中率那么高 奥莱格这回合明显就是降低了这个出拳的次数 加强了这个出拳的质量 没拳的打得很精准 又是前手次 是 他前手次打在对方的这个左侧脸上啊 直接擦着过去 哦 漂亮 这个引擎打得很漂亮 现在奥莱格在围成边啊 选择的将对方推开 然后 再用步伐移动 在围成边和角落边是比较危险的 但是伊朗选手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对 从前四个回合打到现在来讲呢 应该说从第二回合一直是压着对方打 是 他在第二回合是占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第三回合两个选手这个节奏稍稍放缓了一下 做了一些调整 对 没有明显的这个重击 但是在这个第四回合奥莱格确实又爆发出了很强的力量 多次命中 对 第四回合伊朗选手发挥的非常出色 连续的这个前手次和后手重拳都能够打中对手 命中率非常高 那么这个到了第五回合来说 他就打得更加就是稳健了 没有跟对方选择拼拳 出拳次数变少了 但是出拳的每次出拳都基本上都能打到 命中率非常高 你看你看 后手摆拳 孟磨拳手的这个应该是连续进攻的能力也差一些 从整个技术实力来讲 整体的技术实力是有差距的 力量拳手奥莱格要更强一些 尤其他这个前手次确实是杀伤力太强了 多次命中 也不得不说对方这个报架 又说到了这个报架的问题了 他反应慢 哎呦 反应又是后手 后手下 后手这个下潜的拳法 往向下力量的拳法 直接命中 时间琐事不多了 对方也是选择了主动的搂抱 这个搂抱时间有点过长了 奥莱格也是想松一下对方松开 但是对方这个体能也是出现了很明显的下降 对打不动 对有点稍稍有点消极 打点还有十秒 是 最后的进攻 最后十秒钟能快出多少拳 对但是奥莱格很聪明 保留了这个摇闪的体能没有被 对孟宁打得极牢 对打得很累 很累啊 其实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有点难 因为技术层面上来说 这个伊朗选手奥莱格更强劲一些 而且打击力度啊 而且多次命中之后 心理上也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来看看第五回合的慢动作回放 其实奥莱格打得多漂亮 对 其实奥莱格这一回合出拳次数并不多 但质量挺高的 对 反观对方这个甘腿加 因为在第五回合想拿回一些点数 他打得比较拼一些 他的出拳的次数很多 但出拳质量都比较差 实力上有差距 技术上实力上都有差距 在整个攻防反应协调和不法移动 和进攻的连续性上 应该说伊朗选手的优势要更明显一些 整体的实力是要更强 对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比赛结果吧 相信刚才两场非常紧张接着比赛之后呢 也点燃了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的热情 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这份热情 来到我们之后的比赛当中 进行为我们的选手的大航和出飞 因为每一次你们的欢呼声和掌声 都是我们选手比赛中的动力 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听到你们的欢呼声好吗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本场男子69公英级比赛的最终结果为 本场比赛中的获胜方式来自于伊朗的红角选手 欢迎大家 先让我们掌声有请班两嘉宾 厦门市宣传部副部长 厦门日报社党委书记 社长江淑妥先生 二零二年伦敦奥运会举重冠军 闽南第一个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 《爱德马若潜水》品牌代言人 林清风先生 掌声有请二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